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政府的疫苗采购跟研发政策是荒腔走版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 他最近就屡屡提出了建言 呼吁政府要尽速的引进国际安全合格的疫苗 但是却遭到了侵律名罪 周遇寇的抹黑 说陈培哲是食药署疫苗审查委员 对外不当的发言 违反的专业伦理 因而请辞闪人 陈培哲在昨天他也回籍了 他说他谨守专业伦理 在五月底辞去的该职务之后 才对外发言的 至于请辞的原因 他说是因为委员会 已经不能维持独立性跟专业性 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于 蔡英文总统 总统府在昨天晚上 也对陈培哲的请辞 表示的并不知情 即使陈培哲最近发表 不同的意见的见解 也都充分的尊重他的发言 说对于陈院士这种说法 让人感到不解跟遗憾 陈培哲出于科学的见解 所以对于国产疫苗的优势 马上就被绿营的人文来围剿 而现在被攻击之后 更多的内容 我们要请记者李佩萱告诉我们 好 各位大家 我们请教授孟凯伟 我们聊到什么事情呢 这几天我们看到 是中研院的院士陈培哲 他同时也是国产疫苗的 审查委员 我们发现到他好像提出了一些 他个人就科学的角度 专业的见解 他认为说我们的疫苗 是不是有所需要担忧的点 想不到马上就被轻率的一些 名嘴给他起底 就是说先爆料他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国产疫苗的审查委员 而另外还说他这样是 违背一个专业伦理 他真的有何错之有吗 他提出的是他个人的 科学的意见 为什么今天要沦落到 被所有的侧翼啊 围剿还有包含了侵略的 这些媒体也开始动起来 是喔我先讲 现在网路上发起了一个运动 就是说你相信陈培哲愿是 还是你相信媒体明准 没想到居然是一面倒 大家都是不管是这个网友 或者是说任何参与投票的人 他一面倒都是支持陈培哲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是明智已开 大家已经非常知道要专业科学研究判断 而且是中研院的院士 照理讲中研院院士 过去到现在蓝绿党派都有 他们就是一个超然独立的单位嘛 也因此陈培哲院士 他本来就是可以受公平 而且值得大家信赖 我们在讲啊 现在网路上也有传出说 陈培哲过去也有一些这种评审时候 都是刚正不阿 并且帮助这些学生来争取很多的 这些设备的一个故事 我自己都看到了两三则 所以我想陈培哲 也许大家过去都不认识他是谁 但是在这次事件之后 我们看到他自己跳出来讲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他还是以科学数据跟专业判断 就是告诉我们 警示我们说 国产疫苗现在用 世界上有四种疫苗的这种研究方法 国产疫苗选择是其中一种 是相对来讲 世界上其他疫苗都还没有拿到合格认证的方法 所以国产疫苗在这样做 有可能相对来讲拿不到解盲的结果不如预期 或者是说之后跟国际接轨 拿不到三期认证的可能性比较大 其实你想这些过程跟这些术语 其实都是非常科学的 科学家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们讲是说到底合错之有 而且他最后出来讲是说 他因为觉得说没有办法这样子来承担这个压力 所以说他也就只能选择 因为即使他一而再再三的市井 但是没有办法被接受采纳 他的专业意见的时候 他也只能选择退出 但没想到居然被人家 被媒体名嘴来踢爆 而且审查委员 刚刚佩萱讲得非常好 审查委员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要问政府部门相关的审查委员也好 评审委员也好 其实他的名单都应该是隐藏的 都不应该被公开跟不应该被揭露 为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不管你有没有参与过这个公部门的经验 像孟凯以前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 我们就知道审查委员 评审委员他的名单 专家学者名单都是要被保护的非常好 因为这牵扯到很多的庞大的利益 如果说这个案子可以过 那审查委员他有这个权利 不能过也有审查委员也有这个权利 那如果说事先名单被揭露了 你想厂商你想特定的团体 有利害关系的团体 会不会去私下接触这个审查委员 会不会拜托会不会是动用任何关系 希望审查委员能够稍微 审查的标准再宽一点点 也因此审查委员的名单是完完全全不能被揭露 这是非常大的忌讳 所以我刚刚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我就讲是说这件事情上面 卫福部以及相关部会一定要先究责 到底谁泄露审查委员的名单 给媒体特定的人士让他去爆料 而且现在在网路上又这样子带风向 好像想要把这个陈培哲院士的这个风向给带 贬低他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都知道 国产疫苗确实现在二期还没解盲 如果说接下来真的有什么样安全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卫福部也应该站在 为台湾人民把关的立场 好好用专业的把关 绝对不能因为上面有交代 上面有说上面有做暗示明示 就是7月底以前要打国产疫苗 他就如果说因为这样子而放水的话 我想这是对于国人健康以及生命财产安全 最大的伤害 好 现在黄乐我们的蔡总统怎么走绿色通道 可以禁自由总统这边宣布 7月底就可以开打高端 我们先讲讲刚刚讲到的清律的名嘴 他说呢陈培哲他是违反了专业伦理 我们就不禁想问他请问今天是 泄露了里面的相关会议记录了吗 还是他今天他的专业就不能算是专业 只要逆风他就不算是专业 就算是违反专业呢 记不记得我觉得这个很有即逝感 佩全我想你过去你也追这个藻礁公投的事件 当初藻礁公投的发起人 在在野的时候是怎么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并且怎么让民进党好像捧在手掌心 变成是一个宝一样 但是因为整个风向大改变之后 现在变民进党执政了 现在这个在野的发起人 他还是一样讲藻礁公投的案子 但是就被网路上所有1450测译名嘴 所有铺天盖地的抹煞抹黑 并且还指责他说 暗示民事他可能拿到台电的 这个相关补助拿到台电的研究案 所以他自己荷包满满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很有即逝感 就是说现在如果说 跟整个大环境逆风不一样 就是反正蔡英文总统已经告诉我们了 7月可以达到国产疫苗 现在台湾不就是没有疫苗吗 既然台湾需要疫苗那7月可以达到国产疫苗 爱用国货不好吗 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可以反串1450 都可以反串这些彻翼的这些网友 因为这些就是他们的套路跟他们的话术 但是还是回归来 第一 陈院士他到现在都还没有针对任何的一个个案 或者说任何的一个细节去做透露 所以你要硬扣他说违反伦理道德帽子 我觉得这一点帽子真的是任何人都受不起 第二 陈院士他再怎么样念之在之 他还是为了台湾2300万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来着想 为什么 因为不要忘记 将来如果说现在政府编了这些预算 我们也一而再再三要求卫福部城市中部长说 将来国人能不能有选择疫苗的权利 居然他没有办法正面的回答我们 所以退一万步言 如果将来到7月底国产疫苗一上线之后 不管他有没有取得三期的认证 他就告诉你说 国人接下来打的免费公费疫苗都是国产疫苗 你怎么办 打不打 那如果你要打的话 这些都是打到人体里面的 会不会对人体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 或是一定的威胁性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解盲 所以一样 你看连我自己说话 我都站在一个非常科学的判断上面来讲话 代表我相信什么 我相信科学的证据跟科学的实验 如果说今天陈院士 他都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 跟这样的一个讲法 卫福部也好 民进党政府也好 还不听 还不尊重 还不采纳 还不要求 再重新检视这个过程 而是放任这些绿营的侧翼 名嘴或者是网军在那边铺天盖机的攻击的话 我觉得这已经没有把人民的需求 以及人民的安全放在第一优先顺位了 所以还是一样 既然大家都需要打疫苗 我最后讲就是我今天也会发起一个运动 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选民的电话 他等会过来跟我讲是说 他要求要普发现金1万元 以及要打国外安全合格的疫苗 我就回他说 我听了他五分钟的话 我就回他说 这些都是我的主张 这些都是国民党的主张 这样子好不好你帮我一个忙 你打给你选区的民进党的立委 告诉他你的主张 因为现在是我们要这个事 民进党不要是行政院不要 所以我就会发起一个运动 如果你想要打安全合格无虞的疫苗 你想要普发现金1万元 请你拿起你手边的电话 打给你选区的立法委员 用你的声音告诉他 你要这样的一个诉求 让巨沙城塔蚂蚁熊兵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声音讲出来 给你选区的立委压力 让你选区的立委知道民意在哪里 大家共同大声的讲出来 去跟行政院去跟苏贞昌 去跟蔡英文说 我觉得这才会真真正正 把我们要的合格疫苗 以及普发1万元 都给争取到 感谢冬海委员 保卫时间线委员 谢谢 我们看到的是陈培哲 他今天被这样无情的追杀 可是他到底讲了些什么话 我们带您还原 他其实讲的话是说 我们不要把鸡蛋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尤其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式 可能在国际上都还没有通过认证 但是我们的高端联雅 通通都是使用同一种方式来制作疫苗的 所以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现在讨论到这个点 是不是同时他被这些大方面各方面的诛杀 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其他的 这些国产疫苗的审查委员 已经看到杀鸡紧猴了 看到陈培哲这样的待遇 这样的下场 之后是不是针对国产疫苗 必须要一路开绿灯到底 主播